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美食公道博 嗨 谢谢邰哥 好久不见了 邰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现在听说已经化身成一位 美食界的公道博 那你绝对是我阿公 美食公公道 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 真的是这个 一路走来啊 是啊是啊 而且这个中间听说还有被告 有有有 是不是 然后又撤告 然后又再提告 对对对 已经二选了是吧 那么今天呢邰哥 你说你说 我们单元美食公道博这个单元呢 又来到了一个新的环节 所以请艺人大哥 网红各个来一起吃饭 除了我公道以外 我觉得不够 所以呢我们后面开始 这个新的单元 会请各个大哥 来一起公道 那今天作为第一集 找到主副集 真副集的大哥 邰哥 有没有 来来来来 请邰哥这位吃货 跟我们一起公道公道 好 但是我是想说公道归公道 就只要不要被告 哎 被告的部分 我来扛邰哥 没问题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这家 算是在台北 算是非常顶级的 哦 赞鐵板烧 它就叫赞啊 它就叫赞 它敢把一个字放上去 叫赞的这个很厉害 好 那我们来吧 邰哥 有请 好不好 Keyban Yogi 对我说 嘿 邰哥 上菜了 邰哥 来来来来 好 那我先说一下啊 这一家呢 我们也是请店家 帮我们配菜的 就不要说什么 我们点一些很高档 或很低级的 我怕邰哥生气 不会 来来 邰哥有请 该怎么样我们就准备 我们这个是公道国啊 嘿嘿嘿嘿 那我问你邰哥 如果它真的很难吃 你会碰它吗 快 我跟你讲 我这个当场掉头就走了 哦 先模拟 这样一吃不好吃 你会怎么样 就是这样 真的 好 来来来来 我们先试试看这个松露蒸蛋 哎呦 哎呦 走不了了 里面半身熟呢 光是质感就不错 因为它上面那一层呢 这个蛋呢 上面是熟的 里面是半身熟的 然后上面还有一些松露 鱼子浆那种感觉 哎 我跟你讲 光是这个蛋啊 大推啊 外排在这边可以屹立不咬七年 哦 这个蛋不是一般普通的师傅会做的 它是说这个鱼子酱在配搭这个蛋是吗 对 再加一点点下去 我就讲真话给你 这是我这一世人吃过最好吃的一个蛋 有这么夸张吗 我澄清我不是在业配啊 没有找台哥来业配啊 没有 我真的 我跟你讲 我绝对想跟他业配 哎 这个前菜确实是 算是满用心的前菜 因为它是属于那一种 它只有外面那一层 是有一点点熟 但里面那一层呢 全部都是蛋黄 那个浓稠的程度 在配搭上鱼子酱 那个咸味跟那个鲜味 这个前菜我对它的评价是 齿甲流香 你的评价是什么 天衣无缝 因为它里面还有一点点蟹肉 所以它光是这个蛋 你知道有蟹肉的那个 有 你没有 你是吃的没感觉吧 我这个里面呢 还有一点点蟹肉 哦 你吃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刚刚那个蛋更强 我那个蛋是属于那种 浓稠的那种 我这个也很浓 我这辈子吃到这个蛋以来 没有吃过这么无敌的蛋 我简单它为无敌蛋 很少吃到 经理刚刚飘过来看 点了个头 然后冒着冷汗 就离开了 我其实里面都湿了 这个关键是在于那个鱼子酱 提升了那个蛋的咸味 因为只有蛋黄的话 它没有办法提现出这种 这么绝的味道 这个味道真的很绝 就是它本身鱼子酱 再溶进去蛋里面 单吃鱼子酱可能觉得有点咸 但是你配搭上这个 这么温暖的蛋汁 那个咸味真的是刚刚好 我吃一下这个 刚刚讲的 单配这个鱼子酱 下面那个是 可以喊到毛蟹做成的慕食 难怪你没有蟹 难怪 我挖进去了 它鱼酱是咸的嘛 但大家那里头就刚好 Boltz melt 嗯 Thank you 光是这个Affetite 我就已经觉得 好 谢谢台哥来 I do appreciate 因为我们在找餐厅的时候 本来呢 我们是想要找那种 稍微平民一点的 这个很平民了吧 我觉得其实这个蛋 真的是让我觉得 它的熟度刚刚好 虽然它是半身熟的 但我觉得它的胆液 有点像是那种 快要变成结块的那种感觉 不是 你看那个蛋 跟我那个不一样 不一样吗 你应该吃我那个 我那个 哇 算了 那个 经理 再来一个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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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这个蛋 应该怎么洗呢 它应该是像说 就是说 你的胆固存在300以上的浓度 就是这么大 这样懂意思吗 这是老人才懂的 哈哈哈 然后加上三酸甘油脂 差不多是一千五左右的 的那种浓稠度的 确实很浓 这个男人 这感觉就像很像一个男人 他四十几天都没有 出去运动的那种 射出来的那种感觉 哈哈哈 因为你知道吗 Toyce 我很怕一种 就是说 吃饭的时候要解释 然后说这个食材 你解释说是从哪里来的 啊啊啊 这就可以了 或者说我的做法大概 我不喜欢它过多的解释 你知道吗 然后熟成 然后我又怎么样 然后最后他就 你知道意思吗 好痛好痛 确实我也是那种 你只要好吃 你不能跟我废话怎么说 对对对我是这个意思 你不能说菜你知道吗 我感觉跟你在食物上面 这个标准我觉得 一曲通共怎么样 OK吗 OK 我还是说阿公啊 好啊好啊 羊啊羊啊 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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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跟台哥点的呢就不一样 我的是牛尾浓汤 台哥的是龙虾浓汤 对吧 我很少喝到这种味道的牛尾浓汤 因为它是跟罗宋汤做结合的 所以它有一点点罗宋汤原有的味道 但是只有一点点而已 可以搭上这个牛尾那个浓 很浓稠的味道 把它混合在一起 所以你觉得这个分数是OK的 我觉得是OK的 因为它跟外面喝到的味道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确实不太一样 我是觉得这个龙虾的味 好像太浓了 可能我觉得它虾头是不是 可能那个虾膏的部分 很多 有一种鸭起来的感觉 那五分满分 这个汤几分太浓了 因为我本身来讲 比较不喜欢虾头的味道 过于浓郁 虾膏混进去了 对我不喜欢太过于浓郁 所以我这个应该可以给它四分了 它四分也蛮高的一样 可是我是纯粹是我个人的因素 我再给特依尝蛋 对啊 我来一口 应该还有一点点 我懂你意思了 是不是 它这个龙虾浓汤 就有点像是那种 大虾虾头下去熬的 再配搭一点龙虾的本身那个味道 混在一起 对对对对 我不喜欢这个 五分满分我2.5分 2.5分 2.5分 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 这个龙虾呢它可能可以变成一个 龙虾清汤 还有里面有龙虾的肉 对一点点 再带一点素菜 海了 老人就喜欢吃这种了 对呀我刚去想说应该是清汤的哦 因为刚刚台哥批评了一下 那个龙虾浓汤之后呢 店家有再帮我们上了一个 牛尾清汤 那这个牛尾清汤呢有配搭松霧 看看台哥的意见如何 我觉得这个也是牛尾浓汤 也很浓郁对不对 很浓郁 可是我比较没有吃过这样子的口感 我们在喝的时候就是 牛尾的清汤会很轻 但是这么浓稠的 哇这个厉害 听说它熬八天八夜 炖很久 反正牛尾都炖烂了 有没有 那个胶子都融到这个汤里面 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汤呢不是水状的 有点像鸡精 对 像鸡精 对 像鸡精 也是像牛精的 这个口感倒是平常不容易吃到的 吃完以后抿嘴巴都黏的 黏黏的 好啦 那我们接下来就等这个煮菜上吧 好不好 我要等厨师来了 我发觉它今天这个菜的选配 几乎都是这种血液无法流通的 所以你吃完就堵塞了 我自己的血不是很轻的 这是要注意的 先跑个三千公尺 你会做菜吗 略懂 我是小时候 妈妈他们去工作嘛 有时候他们回来之前 会叫我先煮个饭子 就当然也就是煮那种比较简单的 那后来现在长大就是偶尔 看到什么想吃的 自己试试看这种菜 哪一天我煮给你吃 是吗 来来来来 到家去试试 那你小时候有想过 当厨师 我以前 真的有想过 因为我以前是选手嘛 就是选手打到瓶颈的时候 觉得自己打不动了 后来 要不要去当厨师 你有想过 我有想过 那你想过当什么方面 因为有日料啊 有什么中菜啊 西餐啊 我觉得我应该是中菜的 就小时候 没什么机会吃西餐啊 没钱嘛 就是中菜接触最多 就最小的时候啦 觉得钢琴很帅 后来长 小时候很想学啊 那没钱 如果说经济情况许可 你会去学吗 我会 但是现在学也没有用啊 因为小时候为什么想学 是因为 小时候是钢琴 他长大是 有想要当厨师 那后来就 一个不小心 就跑去打电动了 你小时候知道 你自己有电动的天赋 玩的 小时候根本就不会 在意自己打得多厉害 我就是爱打的那种 反正你知道 你家长不会 不会啊 不会啊 我爸妈都 咬打我的那种 坚持还是会成功的 他留的比起还在玩 对对对 眼睛已经黑了 我爸从来没打过 我是有一次 我是打到一半 不去吃饭 有没有 他就一把掌过来 我就倒地了那种 但是还是坚持把那一招打完 坚持打 大家还能挡我 我国中的时候 曾经想过 要去当日料人 再敬一下师傅 再敬一下师傅 谢谢 谢谢 这个算好喝的甜酒 谢谢 建议你可以搭配著 新鲜五花果跟送银 那我不客气了 台客 我不客气了 这个压杆很大一块 非常大一块 因为他配搭这个五花果 有点像是 两个食材呢 的口感很相似 所以五花果的作用 我觉得太绝了 就口感相似到 你会觉得五花果 就有点像压杆 压杆只是表面 多了一层面粉 所以你吃进去的时候 这个五花果 完全化解了压杆 本身那个油腻的感觉 Fabulous 我跟你讲 他这个不腻的一个诀窍 在什么地方 就是外皮的 有点酥脆的感觉 嗯 他会让你那个油腻的感觉 就没有了 所以他如果没有加上 这个步骤的话呢 你就会觉得 他非常的腻 我反正很想留一点 给白羊吃的 但是你知道 我刚刚没有办法留 我是忍痛 舔下来的 我们两个人 谁先中风 真的很难输 我一定要让你爬到 我一定要让你 走到我前面 我也 当然你刚刚讲说 这个食材好以外 有没有 还有一个是 火候的掌控 完全是结果 外输那一段 我觉得今年我们的运动会有个遗珠之汗 就是你没有来 我们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没有邀请到东西 听说他一直都是百公尺 香港的纪录保持人 11秒28 字眼没有到保持了 但12秒多是可以的 12秒多是可以的 可以的 接近13个12秒多 你今天夸下这个海口 明年找我去 代表白米 我很妥妥 大哥 我很妥妥 你明年就想办法跟后级对就对了 没有你 猜拳那些全分队都来真的 我很怕 最后他跟坤达猜到一个 坤达 博恩 义克 乌桐子 然后他会全部一对 然后你又一个人在那边 我就问你这有什么看法 你要安排 吃起来 嗯 龙虾的熟度拿捏得很完美 不知道特写看不看得出来 就是他的肉呢 其实他还有一部分 有点像是半生熟的感觉 所以在吃起来的时候 整体的口感 比起那种全熟的龙虾要好非常多 哦 公司的真的很大 嗯 他中间的肉呢 还有一点点半透明半透明的感觉 这个口感我就值得给他满分 那加上这个蜂蜜芥末酱 其实跟龙虾的肉本身满大的 嗯 吃到目前为止 最满意拿两道成员 其实应该就要你讲 我除了那个虾汤不喜欢以外 其他都很棒 虾汤我觉得是个人的口味 因为那种浓度的汤 是有很多人喜欢的 我们两个刚好不喜欢 虾头的味道 嗯 到目前为止 最难忘的还是钱财 还有鸭盖 嗯 昆布盐鲍鱼是吗 对 对对对 因为刚刚光看那个师傅在做的时候 也是我一辈子没看过的做法 他先用一块昆布盖的鲍鱼 再用一些粗盐摆在上面那种盐橘的感觉 嗯 いただきます 也是啊 这个不仅是一种视觉的享受 他味觉的享受更是高级 我们光闻的哦 这个松露的味道就已经很强烈了 然后鲍鱼本身呢 它的肉质上面就有带有点点咸味 再配搭上松露的味道 还有奶油的甜味 所以算是三种的味道混在一起 然后鲍鱼本身也算是煎煮得非常的软嫩 那这个东西组合起来我没有想到这么好吃 这可以说是西区烤客的作品 相当之恐怖的 可是你却越过了龙虾没有叫鱼 有问题 不是因为龙虾 我以为你去尿尿去了 真的好吃啊 它有没有像法菜的味道复杂它那么烦 就是简简单单 对 可是它又没有到说 它就是干煎块包鱼全面给你吃 今天光铁板烧就是这个环节 就是很多原味的食材 它在更上一层楼了 因为有些东西它 那个调料下去的时候 它不见得会加分啊 对 但是它是那种 后来是功夫 又再合一点 我是用心在说 就是真的是我 我这么长久以来吃过 我自己觉得最好吃的小眼 来来来来来 shift 我觉得真的谢谢你这么用心 请我的吃 對 特别是这样平常说 当然你拍美食嘛 或是其他工作以外 也会呼朋鱼饭吃饭 era�宜 lagi 不要少 对 非常少 因为平常就一直在吃好 平常在工作的时候 就想要清淡一点 就是大家现在会叫我吃饭 就会觉得 不知道餐厅东西也来选 那么怕我就是过好吃 但其實沒有在工作的時候 我本來就沒有那麼挑剔 是工作的時候 比如說要給觀眾看的 有沒有 我總不能隨隨便便嘛 有些人就會覺得你拍這個節目 一直在影響店家 我覺得 我是對觀眾交代 我不太需要對餐廳交代 所以我在拍的時候 我總會覺得說 只要我的觀眾知道這個是好東西 還是不好的東西就夠了 我覺得完全正確 我看他拍那個牛肉串 我就想去吃吃看 我覺得太好笑了 先點沙拉 輕輕嘗味啦 而且沙拉都滿意對不對 濃郁和爽口的沙拉 而且 清甜 它每個地方都裹了醬汁 但是你不會覺得油膩 凱撒沙拉 配搭上一點點的火龍果 跟這個葡萄乾 我覺得這兩個東西是關鍵 因為一般吃這麼多醬的凱撒沙拉 有點膩嘛 對不對 醬有點厚 有點不順口 但是他就是加了這兩個東西 增加它的甜味 而且吃得比較順口 這是什麼 極黑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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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來吧 就它本身油脂很夠 也很嫩 但是你吃到中間 它就有一個肉質感跑出來 它不是屬於那種入口即化 它是前面很嫩 入口即化你就吃冰淇淋嘛 對 它前面是非常的嫩 但是後面呢 那個肉質還在 還是有點嚼勁 跟牛肉的味道 這個就是我喜歡的那種質感 我不太會講這種感覺 我就是講一個 這個肉吃了會笑 百祥 我跟你講 你覺得會笑慘 來 這個 我递給他吃一下 這個 有當我和牛的水準 但沒有那個油膩討厭 對 然後這種嚼勁還真 肉味還真好吃 沙巴利 老師這塊是什麼 一樣 也是極黑牛 所以老師 這個也不要沾任何醬 不用沾 請問您把這個醬擺在這裡 目的是什麼 那個可以直接吃 嘿嘿嘿 哦 原來啊 所以他吃這個肉是肉歸肉 醬歸醬 你自己去吃醬 前面吃的跟這個吃的牛肉呢 都是同一款 所以它的口感呢 差異性複雜 所以吃起來一樣就是外皮 就是帶有焦脆的感覺 內部呢 非常的軟嫩 而且越靠近的中心點呢 就越軟嫩 因為它的那個熟度是有層次的 因為鐵板燒嘛 那個熱度從外面往裡面比 而且這個肉呢 就即便它裡面接近 然後非常非常深的 也沒有那種 低筋牛肉生起來 那種很難吃的感覺 就是它的嫩呢 是好入口的嫩 咬得開的嫩 這一點很重要 我跟你講 用入口即化布就叫做 激開啦 嗯 如果你是假牙 也咬得動 你黏著氣呢 黏住的牙 你不要怕它會掉 嗯 這個是飛鴕鴨 飛鴕鴨 皮鴕鴨 皮鴕鴨 它一年不到200隻 這個我長一點 因為我覺得我們 兩位攝影的兄弟有沒有 他剛剛在吞口水 我覺得他們會受不了 該是兄弟情發揮的時候 那師傅才有 不好意思 這個是哪個部位啊師傅 這個是那個 樂眼 樂眼 哎呀這個 最好吃的地方我覺得是 因為它中間是嫩的嘛 深深的 當然當然 但是它吃起來 完全不會有負擔 就是你咬 它就開了 就是它裡面 整塊的質感是一樣的 沒有所謂的脂肪比較多 沒有沒有 它是很平均的 吃起來 肉質很甜 表面酥脆 因為師傅 把表面煎得非常的酥脆 那熟度的部分呢 也把握得非常好 因為中間的部分我覺得 這個軟嫩程度 是我一輩子沒有吃過的 我之前從來沒有吃過這個牛肉 當時這個牛肉有震撼到我 連我這個不太常吃牛肉的人 我都說這個牛肉真的 真的是好吃 這個是神戶的飛粒 這個尺度不會膩 這個飛粒 對 我剛吃呢 覺得這個甜味沒有剛剛那個來的這麼高 肉味比較強硬 但是口感呢 我覺得大致上沒有太大的區別 就是非常的軟嫩 也就是說你來這邊 點這三樣牛肉 隨便的一樣 都是ok的 不用擔心 味是怎麼樣 就是說食物的原味 對 就是加一點點的鹽巴 稍微調一點點味 簡簡單的 把那個鮮味肉味再出來就好 我們今天吃的所有牛的口感 就是比較有肉質的感覺 就前面一樣是 咬下去很快就化開了 中間的肉呢 基本上口感很一致 沒有什麼筋 也沒有什麼多餘的脂肪 分布很平均 然後最後面那個肉質感出來之後 你就會覺得沒有那麼 比平常那種什麼A5和牛要來的油膩 所以吃起來算是很舒服 很溫和我覺得 舒服 我喜歡這個 像這個剝皮辣椒 在這幾款牛肉裡面 我反而最喜歡這個剝皮辣椒 就是有時候不用講究那個食物 到底多好吃 滿怕溶點的 對 而且有沒有想到說 剝皮辣椒加紫蘇 嗯 好安嘴眼啊 那個是鹽味的 羊肉喔 羊肉不容易喔 羊肉 肉質滿分 但我自己覺得 調味少了一點點 我覺得不用 你喜歡這個羊味對不對 然後 沾一點點鹽巴也可以 哦 好 這個就是肉質滿分 所以他們這個在食材上面 真的是嚴肅 對 這麼漂亮的紋路應該是一比率 這真正西班牙進口 沒有 還沾一點點醬 這個 這次有沾沙子 這個是成年紅酒醬 好 這醋 對 微微的甜 沒有 加味道 一比利豬的部分 我自己就 還好 它本身照理來說呢 會很像牛排的那個 食材 但是它已經 因為我們前面已經吃了 更高級的 所以這個就體現不出來 它很像牛排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應該擺在前面 擺在後面 它就整個就 稍微相信你 失色 對 失色 真的失色 所以講的體驗沒錯 我們如果一般在吃豬排的時候 我們是會先出來 我們的社群長 那今天因為我們主廚先是 他要先讓我們吃 嗯 主廚的意思是想說 萬一 你吃完豬排有點飽了 後面就不好吃 那你就那個味道不好吃 所以他搶先 就算犧牲豬排 頂級 你一啪 至少中三個 有沒有 中了 老師 為什麼像這個蒜頭炒飯裡面 是 它不放蛋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要吃蒜的香味 是 放蛋的話會破壞嗎 蛋喔 搶走它的味道 那如果我們最後是淋上蛋汁 這樣子也會搶走 也會喔 很堅持要蛋 不是 我 白科蛋經理 不是 給他自己加 不是 自己嚼 我是有點 這點我不太懂 我怎麼覺得要加蛋 我覺得要加點洋蔥 因為它這個炸蒜炒起來 整個飯變得更乾 加點洋蔥感覺就很調味 濕瑞一點 對 濕瑞一點 好吃 我覺得這蒜炒飯一定不會有蛋炒飯 我喜歡蛋的蛋香 濕潤濕潤 對 那飯本身就乾了 然後它用那個炸蒜 再把它水分吸走 整個就很乾了 到時候沒有吃過的朋友可以嘗試一下 那需要加點香草醬嗎 要要要要要 濕不亮 真的 好啦 那也真的吃的都差不多 又飽吧 邰哥 好爽 爽喔 又飽又爽 甜味適當 非常適當 而且還有帶一點砂糖的口感 高級高級 哦 這個好吃 而且它很香 哦 好吃好吃 它是蛋香 蛋糕的香 配搭像一點點的那個 香草的香味 哇 這香草搭 這個好吃 絕配了 整天吃下來感覺怎麼樣 邰哥 評個分好 十分滿分 這家餐廳 可以幾分 9.6 我也很高 我唯一覺得一般般的可能只有 一比例足 那是因為 那是後面嘛 順序的問題 所以我整體吃下來 我這家餐廳真的是9分以上 但是我不想給他滿分 怕他肖戰 對 給他一點空間 觸部嘛 對對對 整天吃下來這家餐廳我真的是 有史以來啦 在台灣那麼久吃鐵板燒 我覺得吃過最滿意的一家 真的很滿意 幾乎每一道都是那種 非常滿意的菜色 我找不到可以挑剔的點 能挑我一定挑 但是真的找不到 很感謝今天邰哥來啦 對 感謝邰哥 謝謝你讓我多吃一餐了嗎 那你欠我一頓來 邰哥 放心 馬上叫你來 我們來一個Bistro 哎呀 也OK啊 OK啊 好啦 那麼也非常感謝大家收看這一集的美食公道 不過同時也非常感謝邰哥 沒有這麼雷呢 也不是業配 邰哥在 他不說好吧 是不是業配嘛邰哥 不是 啊 不是業配 好 那就感謝大家 我們下一集再見 感謝邰哥 拜拜 有星期待 有星期再見 友好